刘阿姨的孩子们都成家立业了 平日里就她和王叔叔两人在家 日子过得简单又清静 刘阿姨有个小癖好 每天中午一觉醒来 必得用电热水壶烧湖水 泡上一壶好茶 享受那份独属于她的悠闲时光 这天 她照例午休后煮水泡茶 可谁知茶缸下肚没多久 胃里就像翻江倒海似的 十分难受 正巧 王叔叔和隔壁的刘大叔散步回来 一进门就见刘阿姨脸色白得像纸 眉头紧锁 一脸痛苦 刘大叔眼尖 一眼就瞄到了桌上的电热水壶 急忙问 你是不是用电热水壶烧的水泡茶了 我最近在网上瞅见 说这种水壶烧的水可能致癌 连世卫组织都不推荐用了呢 这话一出 刘阿姨心里咯噔一声 难不成 自己这不舒服还真是电热水壶惹的祸 虽然心里半信半疑 但想着身体健康不是小事 刘阿姨还是决定 先暂时把那个电热水壶打入冷宫 换种方式烧水泡茶 毕竟身体才是革命的本钱嘛 电热水壶作为很多家庭的必备品 方便快捷 但网络上关于其可能致癌的传言 却让很多人忧心忡忡 那么 电热水壶烧水 真的对身体有害 还致癌吗 一 电热水壶烧水 可能致癌 猛是人体必须的微量元素 对骨骼和神经系统至关重要 然而 过量摄入猛 确实可能对人体造成伤害 传言称 电热水壶在加热的过程中 会吸出猛元素 长期喝这种含有猛元素的水 可能会导致人体内猛元素超标 进而损伤神经 诱发癌症 然而 科学研究表明 电热水壶中的猛元素 通常已非活跃的状态存在 这意味着 在平常的烧水过程中 猛元素很难从虎体材质中吸出 即使在极端的条件下 比如连续煮沸超过一千小时 吸出的猛元素数量 也是微乎其微 远远达不到 对人体产生影响的程度 因此 从科学角度来看 赫电热水壶烧的水是安全的 此外 我们还需要注意到 猛元素的摄入并不仅仅来源于饮用水 实际上 很多食物中都含有猛元素 比如坚果 穀物 茶叶等 因此 即使电热水壶中真的吸出了少量的猛元素 其对人体健康的影响也是微乎其微的 二 如何挑选电热水壶 不锈钢电热水壶 在选择不锈钢电热水壶时 应该优先考虑那些标注有食品接触用 或符合执行标准GB9684-2011的产品 这些标识说明水壶的材质安全 符合国家对食品接触材料的严格要求 陶瓷电热水壶 陶瓷电热水壶 以其独特的外观和保温性能受到很多人的喜爱 然而在购买时应该避免选择内壁有彩绘的产品 因为彩绘中可能含有铅、隔等有害物质 在高温下容易吸出玻璃电热水壶 玻璃电热水壶以其透明、以清洁的特点 也受到了一些人的青睐 在选择玻璃电热水壶时 建议选择高棚硅玻璃制造的水壶 这种材质具有更好的热稳定性和抗冲击性 即使在水壶破裂的情况下 也不会产生对人体有害的碎片 三、关于使用电热水壶烧水的健康误区 一、电热水壶的水不能反复加热 亚硝酸盐含量高 实际上、即使是多次烧开的水 其亚硝酸盐含量也非常低 远低于国家饮用水的标准 亚硝酸盐是一种潜在的致癌物质 但只有在大量摄入的情况下 才可能对人体健康造成危害 因此、电热水壶中的水即使多次烧开 也是安全的 二、电热水壶有水垢 烧出来的水会影响健康 长期使用的电热水壶会在底部积累水垢 但水垢主要由碳酸盐类矿物质构成 比如鎂离子和钙离子 这些物质在进入人体后通常会被分解 或者随着代谢过程排出体外 并不会对健康造成负面影响 如果水垢过多 可能会影响电热水壶的加热效率和使用寿命 因此建议定期清洗电热水壶 三、电热水壶烧水会导致水中的氧气减少 影响水的质量 水中的氧气含量与烧水方式无关 主要与水源和水质有关 因此在选择饮用水时 我们更应该关注水源和水质的安全性 四、对身体有害的三种水一定要避开 一、生水 没有经过处理的生水中 可能含有虫卵、细菌、甚至氯气等有害物质 直接饮用可能会导致传染病或急性肠胃炎 因此 我们应该避免直接饮用生水 尤其是野外或未知来源的水 二、饮水机里放置超过七天的水 饮水机内的水如果放置超过七天 由于难以彻底消毒 可能会滋生细菌 为了避免健康风险 我们应该定期清洗饮水机并且更换水源 同时也要注意饮水机的卫生状况和使用频率 三、过热的水 饮用过热的水温度超过65度 很容易造成口腔、食道以及未粘膜的灼伤 长期这样下去可能会诱发相关癌症 因此 我们应该避免饮用过热的水 尤其是刚烧开的水 在了解了关于电热水壶的真相后 刘阿姨决定继续使用她的电热水壶 但更加注意选择符合标准的产品 并定期清洗 她还学会了如何辨别不同材质的电热水壶 并选择了最适合自己家庭使用的一款 电热水壶烧水并不会致癌 关键在于选择合适的产品以及正确使用 面对网络上的健康传言 我们要理性对待 以科学为依据进行判断 5.别这样喝水或带来健康隐患 喝水这一看似简单的日常行为 实则蕴含着大学问 正确的饮水习惯对维持身体健康至关重要 而不良的饮水习惯却可能在不经意间侵蚀 我们的健康 首当其冲的坏习惯就是很多人都会等到口渴时才喝水 但这恰恰就是一种不良信号 因为当身体发出口渴信号时 其实处于轻度脱水的状态了 所以我们要养成喝水的习惯 第二个习惯就是要么不喝水 要么就疯狂饮水 很多人不知道 短时间内大量饮水 可能会使体内电解质平衡紊乱 尤其是纳离子的浓度降低 严重时可能导致水中毒 最后便是当代年轻人都有的一个坏习惯 就是用饮料代替水 这么做会导致身体摄入过多糖分与其他添加剂 增加健康风险 如肥胖、糖尿病等 为了保持健康 建议养成定时、定量 引用清洁水源的饮水习惯 并尽量避免用饮料代替水 同时根据个人情况 如一天的活动量或个人体重来等 适当调整饮水量 六、世卫组织呼吁停止使用电饭包或诱发肝癌 电饭包是几乎家家户户都有的电器 尤其是爱吃米饭的南方人使用频率非常高 近日有传言称电饭包是肝癌的催化剂 该传言还是惯的世卫组织的名号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电饭包是由外壳和内胆两部分组成 内胆就是与食物直接接触的部分 目前市面上常见的内胆组合为铝质内胆和涂层 因铝有受热均匀、传热快的特点 但铝不能直接和食品接触 所以在表面会附有涂层 涂层一般为特浮龙、陶瓷材质 目的是为了不粘锅、不糊底、易于清洗 电饭包会诱发肝癌的传言 主要是和电饭包的内胆涂层特浮龙有关 不少人害特浮龙在高温下会分解脱落在食物中 人长期食用后会产生致癌风险 对此 央视生活提示节目 联合北京化工大学曾经做过一项相关的实验 研究人员将不粘锅的涂层刮下来 进行了各个温度阶段的测试 结果发现市面上的特浮龙涂层分解温度在300摄氏度以上 而我们日常烹饪时的温度最多在130摄氏度左右 如若锅里的温度达到300度会非常呛人 没有人会在这个温度下烹饪 所以不用担心 真正需要警惕的是内胆吊漆的电饭包 中国保健协会食物营养与安全专业委员会名誉会长孙树霞指出 电饭包掉漆后很容易粘锅 烹饪的食物也容易交糊产生丙息腺案等有害物质 且后续清洁起来也很费劲 很难洗干净 如果涂层脱落到一定程度 相当于内胆变成了铝质的 用其烹饪食物会导致身体摄入过量氯元素 威胁健康 七 藏在厨房里的四个健康杀手 做饭的人都来看看 厨房是烹饪美食的重要场所 但它同时也是个危险系数很高的地方 这几个行为会给健康带来较大的隐患 一定要尽早改掉 一 不见油冒烟不下锅 油冒烟的时候说明温度已经很高了 油之内的维生素不饱和脂肪酸 也会在高温下被破坏 此时下锅食物容易让食物内的营养成分发生变化 且会产生多环方厅 屏息腺癌等有害物质 增加身体的滑腻发消息 二 做饭不开抽油烟机 厨房油烟内有多环方厅 屏息全 亚硝酸癌 以及二硝基本分等致癌物 长期烹饪的时候 不开抽油烟机 直接吸入油烟 会给呼吸道 肺部带来不良刺激 增加癌症的发生风险 建议烹饪时开抽油烟机 要早开晚关 烹饪结束后 让它再开一会 吸掉残余的油烟 三 抹布反复用不更换 抹布内 很可能会有大肠杆菌 沙门氏菌 葡萄球菌等病原体 在与食物接触后 会导致食物也发感染 人食用了被污染的食物 容易导致食物中毒 日常一定要定期清洁 更换麻木 一至二周 就要换一块新的 四 砧板筷子长期不更换 使用了两年以上的砧板 均落总数 霉菌 以及大肠菌群的数量 会明显增加 尤其是一些带有凹糟的砧板 更容易有食物残留 建议厨房内的砧板 每年更换一次 筷子要每周消毒一次 竹木筷子 建议半年更换一次 靡木筷子